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期间他帮助球队九次夺得一甲冠军 三次意大利杯冠军 六次意大利超级杯冠军 一次欧洲联盟杯冠军以及一次尼尼冠军 今年夏天 四十岁的不逢 离开意大利 加盲巴黎 为了自己欧怪的梦想再听一次 兰诺 雷 沃库森 埃森 那 兰诺 小利尿场多年 2017年曾代表德国国家队夺得联合会冠军 在那沃库森的七年里 兰诺 共威球队出场 233次 众所周知 上赛季 埃森 尼尼尔的主力门将 雀赫 因为年龄问题 屡次办下低级失误 近上赛季就有七次因低级失误造成丢球 而这位26岁的德国门将究竟能否拍动雀赫的主力位置 让我们拭目以待阿利松 罗马利物浦 利物浦的门将 这是众多吃瓜群众最喜欢看的东西 无论是米尼奥兰还是卡里乌兹 他们反下的失误 可谓是数不胜数 欧冠决赛 卡里乌兹的两次低级失误 直接让利物浦告别冠军 所以 在这个夏天 利物浦豪指6250万欧元 从罗马牵下巴西国门阿利松 这一遇转会也让他打破了不逢 保持17年的门将转会费记录 阿利松上赛季代表罗马出场49次 帮助球队打入欧冠四枪 并获得的一甲季军 同时 他也作为主力门将代表巴西参加了今年夏天的世界杯 又是一个从罗马购买的球员 KOP吗 还记得上一个从罗马买来的球员是谁吗 哈特 曼城伯恩利 一栋背景板 哈特也是一个行走的段子 在效力曼城的12年中 他为球队连萨出场266次 但随着瓜迪奥拉的到来 哈特失去了球队中的地位 前后被租借的杜林和西汉姆连 儿子西汉姆连 他的状态不佳最终落选的英格兰国家队 无缘俄罗斯世界杯 为了能够踢上比赛 哈特选择降薪加盟伯恩利 库尔图瓦 切尔西皇加马德里 库尔图瓦天赋极佳 年仅16岁就代表坑赫参加比赶联赛 2011年库尔图瓦加盟切尔西 此后连续被足界至马德里竞技 2014年 回到蓝军的库尔取代切赫成为头号门将 今年夏天 库尔图瓦代表比利时国家队度的世界杯第三名 但是他转会黄马的过程却不太友好 霸训 失踪 也让很多切尔西球迷对他极度失望 帕特里希奥 葡萄牙体育狼 帕特里希奥出自葡萄牙体育兴训 从06年效力至今 2010年 帕特里希奥成为葡萄牙国家队主力门将并帮助球队 多得2016年欧洲杯的冠军 今年夏天 在葡萄牙体育出现球迷疯乱事件后 他选择与球队解约 加盲英超生班满郎队 凯帕 比尔巴厄竞技切尔西 凯帕出自比尔巴厄清训 曾先后入选西班牙U18U19U21青年队 2017年他首度入选国家队 2014-16年分别租借到西伊彭菲拉达和巴拉多利的效力 2016赛季回归球队成为主门将 当赛季出场23次 上赛季他为球队出场30次 在库尔图瓦大逊转会后 切尔西乌纳只能支付几约金各入这名西班牙门将 8000万的转会费也在此刷新了门将身价记录 继续